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 Jane Mattis 13日表示 由于激进组织伊斯兰国IS 仍未撤离此区域 因此只要IS想打美军就会继续作战 并表示美军会持续作战至IS全面 外界认为这一支美军不会从叙利亚撤军 综合外媒报道 马提斯与国防部记者会上跟媒体表示 美军现在的首要目标是避免IS2零回归 而且敌人也尚未宣布他们撤离这个区域 因此只要IS想打美军就会继续作战 表示美军会持续作战至IS全面 不过马提斯则不愿对外表示住叙利亚美军的下一步 外界认为美军应不会从叙利亚撤军 马提斯指出虽然已经拿下了IS的主要据典